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在批命的时候 你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我一个学生 他就是传了一个问题来 结果他隔天就被我念了一顿 其实他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想要当神帅 所以他的一个批命的用语 都是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 然而就是因为这一种极端的用语 让他的客人 他每次几乎都会跟我讲 老师我都批得很准 可是客人都不承认 各位 那问题在谁身上 是在他本人身上 并不是客人身上 然而也会因为他每次批 结果客人都反驳他的时候 他也会慢慢的对八字产生一种怀疑的现象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你要先知道客人的一个心态 客人他很矛盾 他想找神算 他想找神算 但是却又不想被看光光 这一个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就是他想要找一个算得很准 但是他又希望他保有他自己的一个隐私 否则他假如被人家看光光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你要利用客人这一种矛盾的心态 所以我们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他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们在批命的口语 不能够用这几种 你的口气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 例如看到日主授课 你这一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你用有没有 各位 这一种是一种命令的口气 有没有 客人他假如都跟你说没有没有没有 你假如跟他推论的事情 只要一次两次他说没有 接下来他就一直会跟你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要当神算 但是一次不中 两次不中的时候 他就对你没有耐心了 所以这个有没有 很容易会导致你在跟他讲说出什么事的时候 但是因为你没有批中的情况下 明明在八字你是批对的 但是事情你是猜错的 这种情况下他会认为你不准 第二种 会用肯定的 一定是 一定是这一种 你在这一年一定怎么样 是不是怎么样 讲的你很肯定 讲的你很肯定的时候 各位 他这边就牵扯到 这一个客人 他不想被你看光光 结果 比如你就算猜对了 人的一个反应机制 他马上就是说 没有 他马上就会这样子反驳你 你批对了 他也一样会反驳你 因为我们人不想被看光光 我们会想要有一点尊严 所以这个就是在批命里面 很容易你的讲话引起了对方的这一种反弹 还有防卫的心态 所以我们一般要怎么讲 这两种的都不好 我们是要讲说 你的八字里面 因为有这一种组合 所以他容易容易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子客人 他就知道说 其实你并不是在看他 而是以他的八字 跟他讲说 在八字的学里 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子 客人他就会接受 然后他就会说 对 我是产生什么样的事 你在批命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以免陷入了你批准 但是客人却一概的否决你 因为你可能在无意中冒犯到了客人 而不自知 而我们人会有这一种现象 所以当你一次性把我看穿了 我也不想回答你 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发生这个事 发生这个事 你跟我讲 结果一次没有 两次没有 我不信任你 所以各位 这些都是会造成的 你在批命上 客人对你的一个不信任感 所以你在批命的时候 请你记得 你在跟客人讲事情的时候 请用容易产生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你可以讲个五六样出来 他只要命中一样 他就说 对 我真的就是这样 你跟他讲说有没有 你讲了这一项 结果他是出现在别种情况 他当然认为你不准 跟他讲说你一定这样 是不是 他不想被看光光的心态 开始起了反应的时候 他就给你一概的否决到底 所以这两种都是很烂的讲话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在批命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讲话 要怎么让人家能够听得进去 否则当他关起门来 根本都不想听你讲 你再怎么省准 有用吗 所以批命的时候要先注意 你要如何讲的 能让对方接受 而不是 说我很准很准 很准客人从头到尾都不听你的 也是等同 没有用 所以这一个就是在批命的时候 要注意的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